一輛轎車闖紅燈 飛快衝過路口 蹦的一聲攔腰衝撞 正好經過了兩輛機車 三名騎士加乘客瞬間噴飛 救護人員到場緊急處置傷者 馬路上還留下了大量血跡 車禍造成一名65歲的夜性騎士 被撞到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送醫搶救不治 另外一對連姓姐妹 雙載被撞飛 38歲的妹妹騎車 送醫後意識不清 後座39歲的姐姐 左腳骨折 闖紅燈連撞了兩輛機車 釀成了一死兩傷 肇事駕駛竟然還汽車逃逸 他拜了拜了 你怎麼看警戶說 後面有沒有警察在追他 然後我就往後看說沒有 就沒有看到警察 然後他就跑掉了 我不知道他是肇事者 我以為他是從那邊 我問他說那邊發生什麼事 他也沒有講 事發在台中東區 振興東光原路 15號晚上7點半左右 其中一輛被撞的機車 前輪整個撞斷噴到路邊 另外一輛電動機車 甚至被撞到車廂內的電池 盆飛出去 受害歧視的物品散落一地 聽到非常大的撞擊聲 看到的時候已經就是 完全就是面目全非 全部的三個傷者 全部都倒在地上 監視器就拍到的照式駕駛 11名光頭男子 穿深色上衣短褲 撞車後自己也受傷 一搏一搏離開現場 警方查出了他的身份 11名49歲的流姓男子 有前科目擊者說 他從事發入口前 就開始違規亂闖 因為在那邊 在中後路那邊 是跨越雙方線 就撞車用的 撞車用的 撞車用的 剛才後面有一個 駕駛車用的建築 原來在發生意外前 流姓男子遭就在 復興地德街 發生了擦撞車禍 但他駕車逃逸 沒想到五分鐘後 又在路口衝撞急車騎士 這次他還是選擇落跑 害無辜的業性騎士喪命 姐妹重傷